塞尔达传说王国之类今天正式解锁了 日服港服的数字版可以游玩了 我玩了一下 感觉这一代的画面特效流畅度都好了一点 媒体评分也出来了 埃及恩10分 GameSpot10分 Metacritic综合评分是97分 和前作的《幻野之息》几乎一致 《王国之类》这款游戏任天堂花了6年时间打造 它的前作《幻野之息》卖了将近2000万套 这么既叫好又叫做的游戏 为什么在评论区却被骂成一片呢 有人说王国之类感觉不如叉叉 我直接说了吧 不如原神 游戏这东西每人的喜好是不同的 你不喜欢是因为你没玩到那个让人兴奋的点 不等于别人玩不到那个点 我说的是野炊啊 你们别想歪了 就像我不玩手游一样 王者吃鸡原神我都玩过 可惜都玩不进去 心想这有啥玩头 但是孩子们一个个的玩的都很嗨 还有人说王国之类 它的游戏画面太垃圾 还掉针 这点确实如此 很多任天堂粉丝 对NS的技能也是深恶痛绝的 但是画面只是游戏的一个维度 现在4K60帧的三叶大作还少吗 但是有几个特别好玩的 特别耐玩的 塞尔达在画面上虽然有短板 但是任天堂用游戏性给补齐了 更可气的是还有人说 这游戏都破解了 花钱买的都是大叉叉 对于玩盗版 还觉得理直气壮 理所应当的这帮人 我建议你们去玩原神 毕竟原神是个免费的游戏 用手机都可以玩 现在谁都有手机 连小学生都有 简直就是零元购 另外我给这部分玩家提个醒 现在很多游戏平台都会免费送正版游戏 而且还是永久的 盗版用户可以合理合法的免费的转正 以后就不要在大庭广众之下 众目睽睽之下 光天花日之下 说这种让人瞧不起的话了 我还记得在2017年 Switch刚发布的时候 岛国有位小朋友 因为他妈妈不给他买Switch 人家自己用纸盒做了一个Switch 那个Joycon手柄还能插拔 还能插卡带 还有底座 这才是真爱 我们比一下就知道了 我买了旷野之息的卡带 还有王国之类的数字版 但我不是这款游戏的粉丝 但是我想尝试去找到那个令人兴奋的点 我想体会一下 为什么他们都说塞尔达是天 王国之类是满分十分 因为十分是满分 如果你买的是数字版游戏 王国之类这款游戏容量是16个G 老任的服务器下载是比较慢的 就算你买的是实体卡 在玩之前也要下载安装更新包 在这我推荐大家使用逊游加速器 使用加速器之后 我这边测试下载速度能达到100Mbps 如果不使用加速器 我这裸联用的是北京联通的千兆光纤 特使下载速度只有1.8Mbps 真是天亮之别 另外逊游加速器 不仅可以给任天堂Switch加速 它还可以给索尼的PS5 微软的Xbox加速 喜欢玩连机游戏的玩家是必备的 输入口令码 小白的宝箱 可以兑换5天VIP会员 这个视频就到这儿 我们下次见